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我想講TVB 為什麼講TVB 講TVB的股價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 第一我不是財經界的人 第二素來都不會 炒股票 有沒有投資股票呢 這些是驅往易 買了蝕那樣 由我來說 股票是不是沒有說服力呢 確實實實是沒有說服力 不過我也要講 因為近日 關於TVB股價的問題 引起網上熱烈的討論 因為最近 跌得很殘 低處未算低 TVB的大股東找了兩位藝員 包括曾志偉 王祖南 入主的時候 首席創意觀 飛彈 TVB的收視 似乎沒有什麼大起色 ViuTV 厲害得不得了 人氣又厲害 呂法谷 找跨年度的音樂會 向來 TVB的天下 做這些大show 都沒有找 找ViuTV MIRROR 壓場 可見 TVB的強勢年代 已經很多年沒有強勢 這次徹徹徹徹地一去不復反 無論收視 無論在社會上的人氣 無論在股價 都是 低處未算低 沒有最低 只有更低 媒體問 王祖南 問他 那麼殘忍 這個TVB的股價 成為這個股民的話題 王祖南 很有創意 你知道他的回應 便宜 抵買是入貨的好時機 他說公司有廣告的增長 又迎接電商商機 對疫情和通關都有信心 於是大家應該買TVB的股票 我不太明白疫情通關有什麼關係 迎接電商商機 他現在 加入 電子商貿 現在還未知道 王毓基說我也未怕過 廣告有增長 這個我真的不掌握 所以我真的不太熟 這個TVB的股價 但是 王祖南很有信心去推薦 便宜 抵買 入貨好時機 但是不是等於 香港的市民用自己真金白銀 放內博 仍然有很多 網上也好 印刷媒體討論有關TVB的股價問題 也有很權威的討論 他真的好不行 剛才我分析了 在香港來講 強勢的TVB已經不復反了很多年 只是看理會局 找MIRROR去押牆 都看得到 TVB已經在香港來講 連這些政府機構 或者 法定的組織 一定是 跟紅頂白的 都想著 你找TVB找誰去唱 才會有 好的 多人留意 結果不是找TVB旗下 簽了約 我不知道有多少歌手 找 ViuTV的MIRROR去做 但是TVB也有很多朋友 很多建制上的媒體 可以跟他撐場 這兩天 有一篇 奇聞 在網上流傳 我看到有些專欄作家 KOL也有很多討論 小弟也想立即進去 談談這篇奇聞 為何如此有趣 邏輯 這篇奇聞是說什麼呢 是一個建制的媒體 那個媒體就是 巴士的布 系統的 巴士的布 頭條 星島都是那個系統 大家都知道 在頭條的 財經版 叫做金融hi-tea 那個題目叫做 唱衰TVB 股價的動機 金融hi-tea的作者叫做 陸宇人 陸宇就是 在中環的 陸宇茶樓 陸宇茶樓 陸宇人就是 陸宇喝茶 文說 他是一位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小弟也叫做略略認識 不敢高攀 盧永雄 文說是 不過我不敢白證實 在西島集團裏面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為主 高位兼高薪 現在他寫這個專欄 一開始他說有所思也有所夢 不知為何會和夢有關 他說假日中環茶樓落聚 局中有茶樓說起 最近有個怪夢 聽起來頗堪悶味 於是說到他的朋友手中有很多 媒體的鼓 電視的鼓 包括有線包括無線 包括前香港電視的香港科技探索1137 前香港電視的黃維基的1137 已經不是電視鼓 你說他是科技鼓也對 但是是電商鼓 他一直說下去 留意這個電視鼓的動向 他說不知為何 最近有很多人 有一輪 湧現了一輪唱淡TVB的分析 好像有些景色 譬如專欄作家上星期有長篇的文章 拆解這個股票今年 下跌的原因 由於 茶友手上有火 搞到看完文章之後 整晚都哩哩亂我念念不忘 必有迴響 於是 發了個夢 夢中有個大仙 跟他說 唱淡TVB背後都有些問題 大仙和 於是 這位茶友跟 陸宇仁說了夢境說什麼 他怎麼說呢 容許我讀一點出來 很好笑 很好笑就是 你要為TVB的股價 唱淡也唱好 用大仙去 報夢給你聽 說TVB的股價不是不堪一擊 大有前景 用大仙來報夢 對於股民來說 對於炒股票的股民來說 有沒有說服力呢 這個大仙 香港電視是是非之地 香港電視股是是非之地 很多說法都涉及深層次矛盾 表面看來簡單 他說品評TVB質疑公司過去幾年業績不濟 又至品牌老化等等都不能說沒有根據 只是因為這些情況 市場公開的資訊沒有什麼稀奇 為什麼這個時候發炮呢 而且觀點是一面倒 對其他好的因素就當看不到 又引述大仙 大仙說TVB近年的環境有眼皆見 這麼艱難 但天道有雲 禍是禍所以禍是禍所以禍是禍 TVB行衰運有些很大環境的因素 包括2019年黑暴 去年疫情還有針對這個台的 網絡欺凌 都是幾十年不遇的衝擊 突然間湧現的突發因素 我聽完之後 網絡欺凌 不知暢淡TVB的股價 TVB的大股東 包括曾志偉 黃祖南 要不要去報警 算不算是網絡欺凌 暢淡他的股票 提出 在TVB 講到不知一次 企業是很責任 corpora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外國也很多 如果一個銀行 貸款 貸款給一些對地球 氣候暖化 造成傷害的公司 例如佛木公司 要產成延傳指針臨手的公司 貸款給他 那些環保人士出來 杯葛這間銀行 也一樣 如果當你的銀行或者機構或者電視台 沒有履行他們認為 企業社會責任的時候 可以提出杯葛 沒問題 為何香港會變成網絡欺凌 還要報警抓人 大家記住 這個媒體 這個專欄又引述 大仙話和 無疑 TVB現在身處黑暗的隧道 不是一時三刻 可以走出黑暗的 專欄明顯 忽視公司利好的因素和優質的資產 例如 公司擁有機頂盒的業務 在長視頻市場高速發展下 潛力可以很大 市場分析反過來質疑 而這個業務 平均收費大低 可以很大 不過 有這個機頂盒的業務 我們看Netflix 都不用機頂盒 現在電視是Smart TV 機頂盒 你買機頂盒 我都已經覺得 相對落後 例如我在這裏看Netflix 你買了電視 插一條LAN線 或者不用LAN 它有WiFi 可以很暢循地看Netflix 可以看Prime Video 可以看BBC 用iPlayer來看 電視本身已經是電腦 不需要機頂盒 但機頂盒是收費 現在TVB的業務可以覆蓋大灣區 唯一可以接通全球最高質市場的 電視台 生意的潛力 前景仍有待發揮 但已經令全世界的媒體 業者 垂言欲敵 這我待會先分析 專欄作家不是無料的人 為何會有傾向性的觀點 大先又用大先 可能覺得寫文章 不是寫分析 一定要語出驚人 立場鮮明 才有印象 這樣 接著我拆局從高點看 TVB是 擁有全港最多的觀眾 製作資源最豐富的電視台 但市值25億 如果不是在有限的困境下 股票怎會這麼大便宜 其實這個所謂大先可能就是作者本身 他一直說的觀點 就是 說 跟王祖南呼應的 現在股價低 即是抵賣 潛力高 他比王祖南分析得更多 跟著就說 換個角度看 如果有公司敵意收購的話 出一倍的日價 就會收購或者追擊 大把人願意這樣做 因為電視台 不是普通的生意 有錢都不能夠隨便買到 主要股東也對控制權保持警笛 不易入手 如果施責者 從短期炒作的角度 趁壞消息入貨 再搏壞消息去散發 去散貨 令到古怪反彈 走波幅 獲利是 大有 人在的 整篇文章就很長 我想說這一段 這一段是點睛的 最後他說大仙笑言 TVB的股票 是股票同時是媒體 媒體不是普通的生意 是政治的必加必爭 之地 這個公司在本地 是本地重要的媒體 在黑暴期間 發揮穩定香港社會的關鍵作用 立木工 如果從長線投資來看 要明白 買TVB就是買對中國 買香港的發展的信心 中國好 香港好 TVB會衰嘛 他眼前的紛紛擾擾短期的讚賞事事 古怕的上上落落 其實無關雲子 聽言此語 茶有猶言 省轉 只是情景溺溺在目 你說奇不奇怪呢 成篇文章 重點就是這裡 要告訴大家 第一 抵買 第二 為何抵買 所以抵買 第三 買TVB就是買中國好 買香港好 中國好 香港好 TVB會衰嘛 我看到網上討論 把TVB的 成衰跟中國綁在一起 大膽了 該當何罪 整個重點 未必是這個 純粹是笑 重點就是這個分析的方法 我認為 出了很大的問題 他有幾樣東西 第一 他 說大灣區 他基頂俠義務 大灣區這個市場 外國 都不知道多少人想 進去 進不到 然後就有 電子商 電子商貿 開始發展 三樣東西 都會好 其實 剛剛這個說法 有幾個重點 這樣說 覆蓋大灣區 唯一可以接通全球最高質的市場 這個生意的潛力前景仍是有待發揮 但令全世界媒體業者都垂然欲敵 TVB現在的業務 業績已經覆蓋了大灣區 已經做了 我想問為什麼股價也有跌 還是值得那麼低 大灣區的業務為TVB帶來的 這個收益當然有多少 在大灣區 如果你說中國大陸 TVB最黃金的時間 是何時呢 可能是 要數 一路數下去 周韻佛 周星馳還有TVB的時候 可能再數 近一點 可能都是巨星來的 這群人 在TVB拍過劇之後 在大陸是走紅的 是讓大陸電視台和製作公司 挪置他 是可以的 但我想問今天 在中國大陸的觀眾來說 究竟還有什麼 升是吸引他們的 他們進去了 在TVB 新發跡 新培養的 有誰 有誰在大陸 可以進去的 以前 在香港走紅就必然在大陸走紅 我認識有些朋友 看香港的電視節目 在大陸 在香港的電視節目大 在香港的電視節目大 他對香港的電視節目 對香港的電視節目熟過我很多 開口就說得出來的 連電視對白也懂得說的 很厲害的 他們是沉迷的 你說今天 對於大陸的人來說 TVB的節目 有沒有吸引力 如果你說大陸的真人騷 選秀節目 等等 我覺得很誇張 很微俗 有時甚至很難頂 不過這是適合大陸人的口味 未必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我想知道 如果TVB 都是同樣地 香港市場已經 走得很低 要迎合大陸的市場 去拍 大陸的人喜歡看的節目 那些人就問 為何要看TVB 適合大陸的人的口味的節目 就是大陸的電視台 大陸的製造公司 你TVB做不做到這件事 為何要選你TVB 以前為何香港的無線的節目 或者香港的電影 那麼受歡迎 因為大陸 是剛剛開始 沒什麼創意的 拜個樣板戲 例如警匪片 笑片等等 大陸是沒有這一類的片種 全部都是要跟著 主船隊去做事 現在開始有了 現在人們開始有了 我怎麽要看你 可能別人會比你更好 別人 多誇張 多美俗 多刺激 為何要看你的節目 TVB或者作為港產製作公司的電視劇 究竟對於大陸人來說有沒有吸引力 即使你覆過大阪區又如何 如果你真的覆過大阪區 有很多收益 現在的股價為何會跌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電商 電商 我不知道這個電商能否進入大陸 我覺得很難 電子商貿 大陸人現在 已經成熟到不得了 無論是 淘寶 天貓等等 成熟到不得了 香港是很難掩置 香港怎樣 香港 又有HKTV Mall 加上加上加入戰團 最近的滿城風雨 Foot Panda 是不是 人家的基建已經在那裡 Infrastructure全部在那裡 那你TVB自己的電子商貿 究竟能否分到一杯羹呢 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大家忽略了這個 就是看TVB的人 其實都是年紀老化的 20、30、40歲都未必看TVB 如果這群人喜歡買東西的方式 都是喜歡去現場購物 為何要用電商的方法 去買東西 TV模擬有一個優勢 在節目裡賣廣告 Hardsell是有這個優勢 但這群人喜歡去現場購物 為何要買 有相當多的優惠 喜歡用電子商貿 例如 現在我在英國 因為地大 很難每次都去現場 大部分都是在網上買 因為我熟悉運作 究竟是怎樣 優質的我就會繼續光顧他 在Amazon 有個商號可以繼續光顧他 有很多退貨 不問任何東西 你喜歡退就退 所以很吸引人 但香港來說 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近商場 樓下就能買到 為何要 通過 電商去買東西 除非 很多都是有年輕人 喜歡用這個模式 鍵兩東西 叫做instant buying 容易就買 很快速到來 大部份都是年輕人 20-30歲 40歲 我相信 50歲以上的 很難用電子商貿 所以 那個前景 是不是很好呢 如果說 入到大灣區 用了這個電商 買TVB就買對中國 買對香港的發展的信心 中國好 香港好TVB會壞 還有一點 不能忽略 現在大陸 整頓娛樂圈 整頓飯糰 有很多 祭爪的地方 剛才 陸宇仁這篇文章也有說 媒體是政治 的兵家必爭之地 大陸也是這樣看的 你 畢竟都是一個外人 當你連絡大陸的 媒體也受到整頓 娛樂圈也受到整頓的時候 你在外面來的 又覆蓋大灣區的 一個有影響力的 媒體 他是不是 那麼輕易放過你 隨便你創意什麼就做什麼 現在他 他管得很具體的 什麼糧炮又不行 你說拍的劇 有什麼愛情什麼什麼 很多的 我都不懂事 十幾二十項 如果他管大陸 電視台的製作 根據他的標準 你進入他的家裏 他一定是管你的 那麼多管 管得那麼細緻 你有沒有創意 有沒有吸引力 進大陸的市場 你要遵從大陸的遊戲規則 你每次都做審查的話 你的創意吸引力就會降得很低 對大陸人來說 會不會看你呢 是不是 TVB 這個品牌 TVB 這個叫做 必贏的方程式 今天已經不復存在 是不見了 這些文章拼命和他說行當然 有背後的動機 可能受人所託之類 但是 你會不會看完這篇文 會覺得TVB前途無限 前程感受 不會 寫來有什麼用 我不覺得有什麼用 古文的眼睛很雪亮 很簡單 因為精金辦放進去 你的股價那麼殘 有句說話叫做 零買當頭 希望買當頭 會不會憑一篇這樣的文章 又沒有邏輯又沒有說服你的文章 就令到 大家 會買TVB的股票呢 我強調 我不是專家 我又不是登神 我又不是懂得炒股票的人 我亦不是分析股票的人 純粹從一個 政治的角度媒體的角度 去看 這個香港老牌的電視台 輝煌 的成就 已經 對不起 一去不復反 跟香港 輝煌的成就 一去不復反 如果手頭自己有 TVB股票的朋友 你自己想 應該怎麼做 暫時講到這裡 支持我Patreon 支持我深色厚花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呢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呢 那就有機會呢 看到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呢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呢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呢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通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呢 是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呢 平均一個月呢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